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Steam的獨立小品 放棄 Forgone 這次由Beat the Blue Bubble開發 同工是於2021年3月2號發行的遊戲 論時間的話 也算是今年的新品了 我印象在之前的月報中也有報導過 目前的評價是超過300篇的82%極度好評 原價標準318 我買的時候是夏特打對者 只要159 當初會買 是因為遊戲介紹中標榜著 流暢快節奏的2D動作平台遊戲 充滿了傳奇的戰力品和絢麗的像素美術 充滿琳瑯滿目的強大武器 揭開充滿遺憾和陰謀的精彩故事 一路打敗成群的敵人以拯救卡拉桿 哇 我當時也確實是因為 一來他快節奏 二來他的像素風格有點像是死亡細胞 價格也是很便宜 評價也還行 我就買來試試看 先前在標籤上有看到任何戰士惡魔城 不過這並不是一款這類型的遊戲 我覺得他就是一款很普通的2D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然後有提供裝備選擇 而角色成長系統這樣 你要說是2D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故事內容我有點懶得敘述 主要原因是因為平凡無奇 故事採用線性的流程 你需要先打完關卡 打死某個頭目 才能延續後面的劇情 基本上可以當他是一關接著一關這樣打 不過地圖的模式 確實有很大的探索意味 同時也會有一些機關要開 故事的交代也絕大部分是用文件的方式呈現 一些角色成長的必要開鎖道具 也需要用找的 如果你沒有找到 你的技能就會卡在某個地方 永遠無法更強 那這部分我其實玩的時候是有點不爽的 他地圖脫台前的技巧 也不是說不好 就是有點單調 最常用的一招是 你可能傳送到了某一個A點好了 眼前有一個門 這個門他就是要你去開機關 這個機關呢 他也不是算藏在這個區域的某處 他就是藏在這個區域的最深處 你要一路打怪殺敵殺過去 要開了機關才可以開啟門 開啟門之後 你才可以碰到門後面的物件 可是這個A點的機關 你可能要開四次 在四個不同的方向 當你好不容易把A點的四個機關都打開 原本阻擾你 前進的那個門打開了 你才發現 哦 原來這個A點 只是A B C D 四個點的其中一個部分 幹 這種機關跑一次就已經很煩了 你要我跑四次 然後還有這麼多房間 現在連這個流程都要搞套娃了 是不是 就我不是說不能吃這一招 就跟我愛吃咖哩飯一樣 但是一直吃一樣的東西 沒有混的吃就會有點膩 可能還是要有個 醃蘿蔔泡菜的解解膩 那上述這個狀況 並不是實際狀況 只是舉例 或是其實真的是實際狀況 我有點忘了 總之這個類型的開機關門 真的是弄了不少 它並不太有 因為你取得了什麼道具、法術、裝備 然後多了一些移動的手段 讓你探索那些曾經到不了的區域 它的探索就是一關一關的感覺 讓你仔細的在裡面找 就這個部分我覺得做的不太漂亮 那接著就是成長系統 打怪拿資源 資源拿來強化你的基礎能力 這一點很基本 同時你可以藉由探索拿到一些技能 這些技能可能是護照 可能是傷害或是回血之類的 一次可以裝兩個 要碰到特殊裝置或是回程才可以切換 可是由於地圖設計的關係 我並不是很喜歡這一款的探索 而它並沒有把技能放在你的必經之路 所以如果你沒有仔細探索 很有可能會漏掉好用的技能 有注意到我說好用喔 這表示你也有可能仔細探索之後 拿到了一個很不好用的技能 畢竟你也只能裝兩個 技能總有優缺之分 加上不論是你的基礎能力或是技能強化 它都會有個限定的欄位 是要消耗某種催化劑 這個催化劑也一定要靠探索才能取得 同時這個催化劑是限定款 例如說你想要強化攻擊 你就要找到猛攻催化劑 有找到才可以強化普攻 那如果找到的是守護者催化劑 才可以強化防禦面 而你手上的每個技能 也都有自己的催化劑要找 不論是三種基礎能力或是每種技能 你都有兩條路線可以走 這也表示如果你單單拿到了這個技能 沒有找到催化劑 你這個技能就沒有辦法完全發揮 那我也不是不喜歡這個設計 但是我覺得沒有一個好的地圖系統去支撐它 這個也是可惜的部分 那除了天賦以外 還有裝備可以強化 裝備是靠用打的 遊戲有分兩大類的裝備 一種是近戰 另外一種是遠程槍系 這是這個遊戲的一個大特色之一 不論是近戰還是遠程 都有許多種不同的武器 近戰就是匕首、雙刀、刀那些 遠程就是手槍、震撼手槍、連發步槍、陷害槍那些 因為在空中 你的人物只能做一次的揮砍動作 而且在閃避子彈跳躍平台的時候 你可能距離敵人很遠 那有效的使用遠程武器來協助戰鬥是很不錯的 整體的過圖流暢感和爽度也會有提升 那裝備會有自己的裝備分數 也有自己的品質 同時會有自己的基礎屬性數值 隨機磁條和隨機數值 也因為每一把武器 遠程的手感都很不一樣 所以要說起來整體變化是大的 那打怪會掉落金幣這類型的資源 你也可以用金幣來玩裝備再造系統 可以強化裝備的新等 然後改造裝備的磁條和數值 品質越高的裝備也可以改造的越多次 甚至最高品質的裝備還有機會擁有特殊的效果 例如說放了某個技能之後會回血 某技能的傷害變得特別高 某個冷卻時間變得特別短這樣 這個看起來會有點手遊的感覺 不過因為整體遊戲難度並不高 而且裝備掉落率很高 取得裝備很容易 加上它是一個我覺得地圖不太好玩的2D橫向動作 那雖然說絕對有帶點打寶的遊戲意味在 可是打到裝備的時候 絲毫沒有什麼興奮感 這也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另外一個特別的設計是任務關卡 你除了主線故事以外 還可以在地圖中收集到任務 取得任務之後可以回家過任務關卡 有的是要你在實現內清除關卡中的所有敵人 有的是要你玩跑酷 躲避一些設計很奇妙的障礙 在關卡結尾 你才會碰到可以幫你改磁條的鐵匠商人 那這個地方我就沒有完全的全部去玩玩它 不是因為說它太難 而是這些任務開啟的方法 是要在主線任務的地圖找 我前面的影片中應該可以發現 我對他們的地圖設計頗有為恥 還要去地毯室搜索這些任務開啟條件 實在是有點懶 那整體來說 這款遊戲我並不太推薦 並不是說它不好玩 但是要說它好玩也真的是撐不上 就是一款可玩可不玩的作品 流暢度是夠的但是難度算是比較簡單 我少數在打這種動作遊戲 會在到達陌生區域後 依然用跳怪的方式在跑圖 一心想趕快結束這款遊戲看看結局 不過看了兩個結局之後 我是覺得不看也沒差 那遠程武器交替使用 遠程的時候消耗彈藥慢慢逼近 靠近之後再用近戰打擊來回復遠程的彈藥 這種打法也真的是還不錯 也蠻多人在用的 但是全程大概是4-5小時的流程 還加上各種角色成長和打寶系統 膩的時間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 如果原本就有在關注這一款的 建議可以多考慮一下 用對折買完是絕對不虧 原價可能也還好 但是個人感覺就是一款 速度感夠但是爽度不行 有特色但是表現力不好 音樂好聽但是劇情平庸的一款小品遊戲 如果你是時間比較貴的人 5個小時存起來去玩別的遊戲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歡玩動作遊戲 這款玩一玩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一個下午就打完了 那這次的Steam小品分享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